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摩门教 诶 你知道摩门教吗 你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争议的 也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一个教派 曾经被称为异端 在西方社会 对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摩门教在中文里的翻译 摩呢 是摩擦的摩 不是魔鬼的摩 不是真的说是一个 像武侠小说里讲的那样 杀人放火 歪门邪道的摩教 实际上 摩门教只是这个教派的 世俗的 或者说这个教派的别称吧 因为他们兴奋的一部主要的经书 叫做摩门经 这个教派真正的名字叫做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是不是挺拗口的一个名字 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教会 并不是一个教派 对吧 而且你听他的名字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 所以呢 就算你不太了解摩门教 可是你听这个名字 一定有一个感觉是说 他和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对 你的感觉非常准确 这也是为什么 摩门教被基督教和天主教 认为是异端的主要的原因 他和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 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他们建立这个教派 为的就是重建耶稣基督教会 所以他们才自称是 耶稣基督的后期圣徒 关于这些教派之间 在细节上的一些差异 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简单地提一下 摩门教最大的几个不同之处吧 首先呢 摩门教认为 神呢是三位的合作 并不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议题 第二呢 摩门教不认为人有原罪 第三 摩门教相信人有前身今世和来生 而且相信他们死后 不仅仅是上了天堂或者下了地狱 而是去向天国 地上治国 末端治国和外层黑暗 这四个不同等级的地方 还有就是 摩门教它是容许一夫多妻制的 我是说以前哈 现在是不容许了 现在的摩门教 早就废除了这条教规 好 咱们别的不说 就只看这几点 你就可以看到 摩门教和基督教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所以呢 它一经建立 就被基督教视为异端 那么摩门教到底是怎么建立的呢 它是怎么建立的呢 那是在很近代的时间 19世纪20年代吧 有一个叫小约翰斯密斯的美国人 他自称得到天父和耶稣基督 以及一个美洲本土复活的先知的神奇 成为一个神的先知 翻译了一组 由神给他们提供的金页片上的经文 他们认为这个金页片上 记录的是由美洲大陆原住民 原住民在公元前 大概2000年到公元400多年之间 所写的神的记录 那这些翻译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现在的摩门经 从那以后呢 他们就是根据这本金书 建立了教会开始传道 世人呢 也是因为这本金书 把他们这个教会呢 称为摩门教 实际上他建立的很晚 是1830年在纽约创建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因为他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教义 有着非常大的矛盾嘛 所以他一创立 就被认为是邪教 异端 然后呢 他们这个教派的人呢 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宗教迫害 所以他们就不停地在各处辗转 最后呢 来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 当时的领袖呢 已经变成了杨百汉 对 就是现在那个杨百汉大学的杨百汉 那个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杨百汉呢 是小约翰斯密斯的徒弟 当时呢 小约翰斯密斯 已经被暗杀身亡 他们来到盐湖城的时候 那时候犹他还不是一个州 而且盐湖城真的就是一片荒芜的盐检地 信徒们在杨百汉的带领之下 在这个地方扎主下来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吧 就已经把它建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到目前为止 它也还是摩门教最大的一个据点 虽然当然在其他州现在也有摩门教 比如说在华盛顿DC也有摩门教 而且他们这个教堂是美国第三大教堂 但是他们的大本营还是在犹他州 那么为什么摩门教在华盛顿的这个教堂 被称为是美国最神秘的教堂呢 首先是因为这个教堂从来不对外公开 他是1968年开始修建 到1971年基本完工 从那时候到现在整整50年 他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 他只对自己的教徒开放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教堂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教堂 而且它的位置呢是非常显眼的 它可以算是进入华盛顿DC的一个地标型的建筑 所有从外州来到DC的人 只要进入华盛顿DC的环线高速495C 就必定会看到这座教堂 在很远的地方 一两公里之外 就可以看到它在高速路的正前方 那个树丛中高高的耸立着 但是呢 没有一个不信魔门教的人知道 这个教堂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就让大家原本就不了解的魔门教 更加显得神秘莫测 其次呢 它这个教堂的建筑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它跟其他所有的教堂都不一样 至少是我见过它 也许我是咕噜寡闻 但是我确实没有见过像它一样的这样的教堂 它是一个由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 没有窗户的 一个高达288英尺的一座教堂 你可能对英尺没有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288英尺就相当于是88米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33层楼高的样子 你想象一下啊 一座33层楼高的教堂 纯白色大理石的 从底到顶 360度没有一扇窗户 没有任何光线可以进入的地方 也就是说 除了进入教堂的那扇门以外 整栋建筑是没有出口也没有光线的 所以人们不免想象说你看 这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教堂 里面却是乌漆麻黑的 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奇特 神秘莫测 当然了 里面也并不是真的就是乌黑麻奇的 什么光都没有 实际上它这个建筑呢 在设计的时候 有两种可以透光的设计 虽然这两种光都是特别微弱的哈 有一个呢 就是在教堂的四角上 从底到底 有一六一米多宽的花玻璃墙 那个玻璃呢 就是像一般教堂里的那种玻璃墙 而且它比一般教堂里的那种玻璃墙要厚得多 实际上是透不了多少光线的 与其说它是用来透光的 不如说它是用来做装饰的 因为到了晚上 教堂里的灯光透出来之后 那个花玻璃非常美 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从顶到底 特别显眼 就好像是给这个教堂 镶了一个彩色的花边 我在文稿里放了照片 一会儿你去看 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候 特意等到天黑 然后拍了这个照片才会来的 第二个透光的设计呢 其实是教堂的屋顶 它的雾顶也是大理石 只不过呢 比墙壁的大理石呢 要薄很多 经过特殊的处理 白天的时候会有微弱的光线透进来 这就是它唯一的 啊不 这是唯二的微弱的光源 所以准处教堂的彩光 其实是用的镶嵌式的人工光源 这个教堂第三个特别 让人觉得神秘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一尊金天使雕像 你去文稿里看照片就可以看到 这座教堂呢 它有六座特别高特别高的尖塔 直此云霄 其中最高的那个尖塔之上呢 有一座金天使的雕像 嗯 它手里拿着一个号 在吹号角 嗯 那个给我介绍情况的 满头银发的老义工给我说 这座雕像呢 就是给摩门教的创始人 小约翰史密斯启示的那位天使 是一位已经复活了的 古代美洲的先知 叫做摩努乃 他吹奏着号角 在召集后期的圣徒们 这栋天使雕像呢 是教堂的最高点 在阳光照耀之下 金光闪闪 传说呢 它是由纯金打造的 然后那天我就特别好奇的 问那个老义工 是不是真的 他一听就乐了你知道吗 那笑着说 如果真的是金的 那我们教堂的支出可就大了 最起码得每天拍三五十个人 来保护这尊金子的雕像 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纯金的 只是镀金 但是真的这座雕像 在阳光之下溢溢生辉 颇有一点天使在人间的感觉 就不由得让人猜测 这个从来不公开的教堂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呀 那天看了才知道 这座教堂是非常大的一座教堂 它的总面积有五十二英亩 也就是三百一十六亩的样子 广式圣殿的面积呢 就是一万四千五百平方米的样子 我前面提到过对吧 说这是第一次 五十年间第一次对外开放 其实这座教堂我以前是来过的 在疫情之前吧 我们华盛顿古征协会在那里演出过 庆祝中国的新年 但是呢 也只是在那个大厅里 这次呢 它是对外开放所有的楼层和建筑 开放的第一个星期 从四月十九号到二十七号 还不是对外开放 它是对那些受邀的私人开放 真正的对外开放 是从四月二十八号到六月十一号 还不到五十天 不过它每天开放的时间很长 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九点 当然星期天初晚 星期天人家自己要做礼拜的嘛 这座教堂呢 一经对外开放 就吸引了大量的人 所以去之前一定是要先预约的 虽然参观是免费的 但是停车位是有限的嘛 幸好我还约到了 下一次开放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这次的参观呢 我就不从头到尾带着你走了 因为在教堂里面 它是不容许拍照的嘛 我只说几个我印象特别深的点 第一个就是人多 人太多了 而且大家大都折装 意思就是说 女的呢 基本上都穿着长裙 男的呢 虽然不是西装革履 当然也有西装革履 他们全家都是着正装 穿西装打领带 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 但是普通的游客呢 男的也都穿着衬衫 长裤 你几乎是看不到有人 提拉着拖鞋 穿着大短裤 这种特别休闲的服装的 因为大多数人在这种场合 仅仅是出于对于教堂和宗教的尊重 也都穿得比较真实 相比较之下 我们家的人就穿得有点太随便了 因为我们不信教嘛 就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你知道吗 我们在路上在那担心说 哎呀 我们穿成这样 人家会不会不让我们进去呀 还好 人家并没有那么可可 第二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他们那儿的义工 在这所圣殿对外开放期间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疏导车辆的 指路的 指挥交通的 各个楼层和门口 负责收到人群 提供咨询的 反正就所有的人 都是义务的 义工 最特别的是 你刚开始进这个教堂之前 在大门两边 盘腿坐着两排小孩 男孩女孩都有 一排有五六个 看年纪呢 大概也就中小学生的样子吧 他们负责 给每一个进教堂的人 套上一双一次性的鞋套 白色的 因为教堂里是新铺的地毯嘛 大多数还都是浅色的 特别不耐脏 如果不套鞋套的话 那地毯就被踩得没眼看了 那个白发老人告诉我 虽然这个教堂是 1971年就建成的 但是呢 他在18年开始 又重新翻修了一次 所以教堂里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地面 都是新的 这些孩子在给游客 套鞋套的时候 很多人几乎是一直跪着的 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 每一个游客 高矮胖瘦不一样 穿的鞋子不一样 脚上的味道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还特地观察了一下 真的每一个孩子 都是微笑着 面对一双双 伸出来的不同的脚的 我自己当时挺感动的 说实话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完全可以要求 游客自己来做 但是他们并没有 所以他们这种虔诚的服务 每一个人的姿态 让我真的对摩蒙教这个教派 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而且他们的这些义工呢 男女老少 各种义族 包括亚裔 都有 小到比如说这些孩子 老到比如说我去咨询聊天的那个老头 态度都特别好 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热情的 笑容满面的 面对大家的 所以呢 也许这个教堂很神秘 这个教派也很神秘 但这些人呢 确实实实在在和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的一群人 教堂里面 它分好多不同的房屋和 这个功能的房子嘛 印象特别深的 有一个寿洗池 那儿呢 是有十二头白色的 特别健壮的 长着弯弯的尖角的公牛 围成一圈 背着一个受洗的池子 据说呢 这十二头牛代表着 最初建立教会的时候 加入的十二个部族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跟结婚有关系的房子 首先呢 就是新娘室 就是新娘在那儿 等待结婚时候的那间屋子 满屋子铺了地毯 是那种非常素洁的 玉兰花树的图案 里面有好几个梳妆台 反正一看就是 特别幸福温馨的样子 他们的结婚礼堂呢 就我看到的哈 说实话比我想象中要小 可能是因为受到 这种美国电影的印象吧 总觉得这个 在教堂里结婚 会有特别大的那种场面 但实际上 他们这个教堂算是很大了 但他们的结婚礼堂 并没有那么大 我大概顾虑了一下 也就坐到几十个人吧 不到一百个人的座位 然后就是起事事 就有点像咱们的 民政局盖章的地方 一对新人 一旦在那里递进了婚姻 就表示 要对彼此的生命负责到底 因为摩门教是不容许离婚的嘛 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多说一句摩门教的所谓 衣服多妻制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这个多妻制呢 现在早就已经被废弃了 但实际上 还是有少数的人在坚持着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摩门教的一个 基本的教义 这个多妻制最初在建立的时候 其实呢 是因为本质上来说 是缺男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于宗教迫害 再加上其他原因 男人呢 大量的死亡 剩下了很多的妇女儿童 所以他们是本着 去保护妇女儿童的 这种出发点 每个家里呢 就会有好几个女人 后来生活稳定了 但是这个传统呢 却也许下来了 所以乍天之下 在摩门教 一个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女人 觉得还挺吓人的 但实际上 摩门教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 是非常虔诚 而且有着非常多的亲规戒律的 首先呢 他们在结婚之前 都是禁止婚前性行为的 一旦违犯 会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 其次呢 他们结婚之后是不可以离婚的 我前面提到过杨百汉大学 在犹他州的杨百汉大学 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学生入学之前 都要在那个所谓的 荣誉准则上签字 那这个荣誉准则呢 就要包括 学术成性 折装守则 禁止婚前性行为 禁止吸毒 禁止喝咖啡因 喝酒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他们所谓的 一个很大的大厅 叫寂静的天庭 在那个地方呢 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讲话 走路都要放轻脚步 我们路过的时候呢 有一个懂手语的女义工 正在用手语 给大家解释着什么 很可惜我看不懂 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在那间大厅里 确实是非常安静的 我想是用来修行 聆听来自上天的旨意的吧 总之呢 这次华盛顿摩门教圣殿的对外开放 相当于他们自己主动揭开了蒙在这个教堂和这个教派身上的神秘的面纱 让一般的普通人了解这座精美的建筑 也同时了解这个在世人眼里非常神秘的教派 我自己虽然是不信教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座华盛顿的摩门教圣殿的 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记得第一次看见这座圣殿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年以前了吧 那时候我们刚搬到东海岸来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时候 夕阳特别好 夕阳的光辉把那座白色的建筑染成了金色 屋顶上的那个金天石在夕阳之下闪闪发光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了一天的车嘛 疲惫不堪 看到这座宏伟的建筑 演映在树林之中 突然出现在车流的前方的时候 就让人眼前一亮 觉得真的有一种在沙漠里走了很久 看到绿洲时候的那种兴奋 尤其是后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定居之后 不管走多远的路 只要是从北边或者是从东边往回走 一看到这座教堂就知道 回家了 离家不远了 我那天呢 把这事拿出来和那个老头聊天 我说你知道吗 你们这个教堂太醒目了 每一次我出门回来的时候都在想 快到教堂了吧 怎么还没有到教堂啊 尤其是走了长路特别累的时候 只要看到这个教堂 心里就定了说 我终于回家了 然后就特别开心 甚至都不觉得累了 那老头一听特别开心 在那大笑着说 对呀 You are home 你是回家了呀 虽然呢 他说的家和我说的家 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这座圣殿 的确是华盛顿西北部的一个地标 会给初次来访的人留下一个非常惊艳的印象 而给当地的居民呢 则是带来一种温馨的回家的感觉 聊到这儿呢 关于这栋最神秘的教堂 摩蒙教华盛顿的圣殿 我的感受呢 就是这么些 最后其实有一点点感慨 就是说 所有神秘的东西 所谓神秘的东西 只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 你觉得呢 如果你了解摩蒙教 或者说 想讨论一些相关的情况 分享一下你有过的 对所谓神秘事件的揭秘经验 那就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就请订阅 留言 评论 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节目 或者分享你自己的喜悦 那么就请转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国生活的细节呢 就请加入我的听友群 拼音字母三小姐加数字5678 三小姐5678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